欢迎收看新一集的一周两见 我是信报主持Fiona 今天在我身边就是信报高级分析员Ricky Hello 大家好 Ricky 我知道你很爱你的妻子 我想问如果你老婆问你借80万去炒金 你借不借 当然借 如果不是会睡厅 果然很爱你老婆 话说就是我家其实是长开电视 某一晚我看到某电视台8点半的剧集 刚刚说到买金这件事 首先表哥就约表妹出来餐厅喝杯冻领茶 不知为什么有些表哥表妹的情姿 表哥就跟她说 喂 金价实升啊 很厉害啊 你拿80万出来我帮你炒到不知多少倍 表妹听到很心动 就立刻回家就问老公 老公 你有没有80万啊 老公听到 当然没有了 哪有这么多钱啊 但不是 我不是问你要 老婆这么说 就说我是问你借80万而已 那不知为什么这时候 老公又有80万可以借出来 要就没有借 那好了 谁知道 金价有上有下 这80万就输了 表哥就说 不要紧 问财仔借 今次一定升的了 哇 你听到财仔这些 就当然是高风险行动 是 那谁知道真是 输了之余 兼是欠了一身债 那好了 那当这个大耳窿 追到上门的时候 老公终于得适这个真相 当然心情激动 立刻落在板上 要自闻 但是不知为什么 硬是去到这些 这么紧张的 关心位 是的 咦 咬残 自闻不死 也好 生命成可归 没错 那其实回到现实 今个星期 金价的确是挺错的 也由历史新的位 一跌都可以跌成超过200美金 那Ricky 你又觉得今次的调整 调整完美呢 其实我就是那个表哥 哈哈哈哈 那其实呢 我也有表妹的 其实 但是呢 我就没人叫他这样做的 那我觉得其实金价有机会 调整完成的 那至于刚才你说 跌了200元美金 那还有 我们很深信的联储局 其实会继续印钱的 所以来说呢 我又相信 就是全球一样一起印钱的情况下 其实那个金价应该 调整完美金 就会继续抗伤的 怪不得一开始那么豪爽 说可以借80万给老婆 哈哈 不过其实我没有80万 哈哈 那可能要问了 表妹拿回 哈哈 哈哈 那好啦 那其实呢 都有很多 市场都有很多投资主题 除了说金之外呢 下个星期呢 就有两个 手机设备股 就是讯宇和优太 就出业绩了 那我们又要看着 是啊 那就是下个星期 就是下个星期一 刚刚 就是刚刚遇着 刚刚呢 就是两只手机股 还要做镜头的 出业绩了 那星期一就是 优太和信羽 那市场 预期的 信羽 这个 纯利呢 就会增长两成半 那 优太呢 就更加厉害了 会增长五成半 那在这个疫情的时刻 都有这么厉害的增长 其实都很厉害了 那但是 那些市场都很喜欢 做这个 信羽和优太的比较 那其实两间公司都是做镜头 那但是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我们就 就 从这个 镜头 这个分析 就是整个镜头 如何拆开来说 那就是 就是信羽呢 其实它是会做镜头的 那就是这幅图上面的最顶的部分 那那个圆形那个 就是做镜头的 那他跟 信羽和优太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优太呢 就好像副史刊那样 其实只是做组装而已 那但是呢 但是呢 信羽呢 就是懂得做镜头之余 也懂得做组装 那所以来说呢 那相对地呢 就是做镜头的 武力率呢 其实会比较高一点 那优太呢 其实就是做组装 那加上 其实他除了做组装镜头之外 还有组装 就是做那些组装 手指 手指 指纹有些 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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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个 所以他的毛利率 相对地 就比信羽呢 其实是低一折的 而且都很受这个 手机周期影响 是啊 那这幅图呢 就看到 大家看到 哪个就是做光学镜头 哪个就做 没有了 好像刚才所说 其实就是做组装而已 那光学镜头 那除了信羽色组之外 那还有瑞星科技 那就是 那一只 那一只蓝筹的 手机鼓 那做武组就是得信羽 邱太 还有A股很出名的那只叫做立信精密 那其实他也是做一些武组那方面的专家 那如果我们再重回瑞星信羽和邱太这三只股份来看 其实他们两个市值呢 其实相差的规模其实都挺远的 那信羽呢 其实现在去到市值呢 都去到15亿楼上的 那瑞星呢 都有七八零亿 那其实相对于邱太 其实比较小间一点 就是得到那八零亿的市值 那刚才都所说过呢 他们做镜头呢 其实的毛利率比较高一点 那做组装的 就是武组的 其实毛利率比较低一点 那其实在市盈率 已经都反映了出来的 那我们见到 瑞星和信羽呢 EVC都做镜头的公司呢 都是市盈率比较高一点 那邱太呢 就比较市盈率比较低一点 所以其实不要以为 大家都要做镜头 那为什么邱太的市盈率 为什么炒不了上去信羽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分野 就是技术层面上 其实是有很大的分野 那就是其实市值和市盈率 都反映出他们这个 技术层面 或者业务层面的一些高低 但是你又觉得这个格局 会不会一直这样维持下去呢 因为我印象中 你6月那时候 也有在EJMarket分享过 就是瑞星有些技术上的提升 那你又觉得 有没有机会去改变现在这些格局呢 其实整个手机镜头的格局 其实都在慢慢改变 尤其是瑞星 瑞星其实以前只是做一些星学 零件 就是同时 还专专业 专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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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专业的 当然不会被你看着来打的嘛 他自己也早前都说 他的光学分支 引入了一些投资者 譬如小米 Vivo 其实大家都知道 手机镜头的前景 其实比其他手机零件 那个前景是好很多 那为什么呢 除了用在一个手机上面 尤其是手机越来越多 一个镜头之后 用在车 尤其是车 即是未来的自动驾驶 可能是8个镜头的时候 对于这些光学的 懂得做光学的公司 其实是很有前景 但是他们不会 就是他们要争取大家自己的户城 甚至是抢你的城池 所以来说 大家都会抢来抢去的情况下 其实整个行业有竞争的话 其实我觉得 龙头的方面 譬如许与瑞星 其实未来的前景都相对比较好些 嗯 那刚才也有提到这个 苹果概念 那就除了瑞星之外 也有说 未来的信与 可能都会成为这个 就是苹果的生产链之一 但是现在就是 始终这个未来的中美关系 很多那些 就是争咬啊 博力这样 那就是 又有传就是说 就是如果可能是 就是要求可能是 iPhone那边 都可能要 要将WeChat 或者微信这些应用程式 下架的时候 就是有些分析就说 就是如果真的的话 就是内地民众 会倾向选择 我要WeChat 我要用好这个微信 多于就是 就是我不用iPhone了 是 真不真 可不可以切割到这个 对iPhone的喜爱 就令到时 拭目以待 但是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 就是对于一些 苹果概念股 会不会都 有些什么影响呢 其实我想不是整个 苹果概念股 我想整个手机版法 其实股值有机会 就是如果随着中美的争拗 假设之间真的再升级 尤其是 美国针对华为 那可能中国又针对苹果的时候 其实这些手机镜头 甚至是手机零部件公司 其实主要的客户 都是那几家 不是华为 就是苹果 再不是数 就是小米 其实这些公司 都随着中美争拗 针对性去针对某些公司来说 影响了 他们整个手机产业链 最终 令到整个手机产业链的公司 都会压低的情况下 其实我觉得现在在这段时候 其实反而要避开一些手机的 产业链的股份 比如信誉 水星 其实我觉得短期来说 中短期来说 应该要避开一下这些股份 但是如果真的担心 这个中美关系 除了这些手机設備股 可能一些保险股 比如好像去年内地 就容许一些外国的保险企业 去内地开设一些销售店 包括邮邦的 去年就在天津和石家庄 就开了两个销售店 如果真的担中美关系再延伸下去 就是销售这些板块 又会怎样呢 比如好像今个星期 都炒起了 有邦这些旧经济股 是啊 有邦这些旧经济股 其实下个星期都会出业绩 大家都很留意下下个星期 业绩的情况 尤其是因为新冠肺炎之下 其实内地很多客人少了来香港之后 市场都预计上半年的业绩 都会比较有机会会下滑 尤其是新业务价值 因为少了内地人来香港签单 预计会跌三成三 但是大家反而市场预期 不过税后盈利 就是有邦的税后盈利 是会升2% 甚至中期股息都可能会增加一点 那为什么有这个情况呢 就是因为 就是一间保险公司收了你的保费之后 它不会就这样放在银行做存款 它们会做投资 比如可能买债券 买股票 尤其是买股票 你看到美国的 尤其是美国的纳斯打指数 不断创新高 那当然了 还有其他环球 其他的股市 亦都是做会一个 比较理想的情况 令到其实各有邦的股值 其实都已经 在过去五年来说 用一个股价对落涵价值来说 其实已经比较偏高 就是在过往比较高的水平 大概0.8倍左右 生意做不到不要紧 最重要最重要是请到个人回来 懂得考古 最重要是要请到个厨师回来 在后屋里面就解释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本业搞不定 你用一些副业来搞 去顶住 但是虽然说要用副业去顶住 但是值得留意一件事 就是这个 今个星期有个比较差的情况 就是新年美国债券 债息其实不断向下跌 就是债息的息率就向上升 令到债价向下跌 其实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对于有邦来说 其实一个不是那么好的情况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坐着债券的时候 等同你坐着股票 股票价值在跌的时候 那盘数当然没那么英俊 可能会影响到股票价值 不会保持到这段时间的强势 而且刚才也有提到一些 就是今个星期都有一些 就是炒作这个旧经济股 其实早前也有这个 新旧经济轮动板块炒作过的 不过呢 有时间很短暂 就是炒完一轮之后 又炒回新经济股 又炒回新经济股 你觉得今次又炒回旧经济股的时候 你觉得会不会像上次那么短 还是今次可以久一点呢 这个可能会久一点 始终人们觉得有肢疫苗出来 又有人在这里 有俄罗斯出肢疫苗出来 即是旧经济的东西将会没事 可能这些钱可能会由新经济的东西 抽出来去回旧经济 加上如果联储局 尤其是联储局 欧洲有些都继续放钱的情况之后 其实我想整个市场的水浸越 即是银资越来越多 水染当然会染上资产市场 包括股市 甚至是债市 所以来说我觉得 未来的股市价格 都是和债市价格 会比较会向很多些 但不知道我硬是对于这些经济 或者疫情 应该说疫情的情况 硬是有些戒心 刚刚都先说深圳那方面 发现了一个阳性积翼 即是说由巴西入口的一个积翼 就验到它表面上有一些 对于新冠肺炎病毒呈医 这个阳性的反应 即是这些积翼都已经冻了一段时间 在冰箱灵下不知几处冰到过来 即是这么老远 由巴西这个太平洋的 不知道几处 另一边来到我们这边 中国都总是有这个阳性反应 我总是觉得 其实地球仍然很危险 是啊 我还是跟表哥你买一下金 是啊 反而不是买金 你应该煮熟鸡翼来吃 如果没中了之后更麻烦 好吧 我们一会儿去煮熟鸡翼来吃 那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见 拜拜